他们明天会更新204版本 那么明天开始他们会进入到16周年的这个活动 那么明天开始他们会删除龙的传人 也就是从所有有龙的传人的福当中 他是最后一个删除的 但是东南亚福目前没有默选的消息 然后他们删除之后他会给一些补偿 他们在之前也在弄那个将龙的传人 转直到那个冒险家三个海盗 然后送了一些奖励 然后他们删除完之后还会送那个台风 还会送那个联盟跟链接技能的一个技能道具 反正只能用365天 然后后面就是战国时代三这些改善 那么他这边有什么 Changed Condition of Hayatokana Second Adjusted Advancement of Quest Completion Rather Than Leveling 改变了这个阴阳师建好的二转条件 调整了那个job quest to be completed until level 30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the jobs 就是他们调整了要到三十几转值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restrictive movement to be in the moment of the show 限制了那个本能4 30节本能4一些移动 Completing Quest Line Connection and Updating Background Setting 完成任务的这些什么线条 还有更新了背景设置 这小小改动 然后这么将那个战国时代三的副本变成永久的内容 那就要200G上 人之子也要完成第二章 然后后面就是明智光秀 有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 而且是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才能完成 进去是每天一次 但是你通关就每周一次 然后就有银狼的这个战国装备 它是160级的一些装备 它这个需要20个硬币 但是它没有新增别的这个防具道具 它用的依然是150的那个防具 然后银狼 它这个装备你装备上去它应用两套装备 所以它会多出来第9个效果 这是他们的效果 阴阳师跟健豪的效果 然后就是这个 三栏丸 困难模式的改动 它是120级可以接这个任务 然后死亡惩戒 死亡次数 新增 新增的死亡的次数 原本是没有的 它死完之后 就直接在另外一个地图复活 那么它新增的次数是普通10次 困难是5次 但是东南亚服的血量 是跟其他服的三浪丸是不同的 它们好像有1000多个亿 所以我那时候打挺久 不像在其他服 一分钟就搞定的事情 它那边可能要等个几分钟 然后它会掉150级的这个装备 这个是那个150的 然后 这些东西反正是银狼那一套东西 然后它会掉Crafting Materials 去掉一些制作材料 会掉那些混沌刀刃啊 会掉那个强大的混沌刀刃 还有一些用于合成的一些材料 就这样 然后就是 它们更新了Gapcha Point System 抽奖系统那个转弹 这也不太重要吧 反正你又在东南亚抽奖 那么先看到这 等会应该还会出那个活动日志 它们要等一点时间 对